各位好,我们今天继续讲述任劍辉的生平,1957年1月,第三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在九龙东乐器院,上演叠影《红尼记》,任劍辉饰演赵宇舟,白雪先饰演谢素秋,之后换演《花田八喜》,任劍辉饰演变姬,白雪先饰演刘月英。 1957年6月,第四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上演《帝女花》,任劍辉饰演周世显,白雪先饰演《长平公主》。 1957年8月,第五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上演《紫猜记》,任劍辉饰演《利益》,白雪先饰演霍小玉。 1958年3月,第六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上演《九天园女》,任劍辉饰演《艾敬郎》,白雪先饰演《冷相禅》。 1958年9月,第七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普庆戏院上演《西楼错梦》,任劍辉饰演《淑夜》,白雪先饰演《穆素辉》。 1959年9月,第八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上演《在世红梅记》,任劍辉饰演《陪雨》,白雪先饰演《李慧娘》及《盧昭容》。 1959年9月14日晚上,《在世红梅记》首演至第四场《脱症救陪时》,《唐迪生恩老日血》,分岛在观众席上,宋苑抢救后,忠告不治。 1961年9月,第九届先凤鸣开罗,剧团于利舞台上演《白蛇新传》,任劍辉饰演《许仙》,白雪先饰演《白素征》。 1960年后期,先凤鸣剧团公开招收新演员,参与1961年的《白蛇新传》演出。 《白蛇新传》转散班后,任白恩选了十二位新演员加以训练。 他们包括,李蒲生,即龙剑生,黎小齐,即郑雪森,李杰梅,即萧剑英,钟孙妮,即方雪宇,潘燕珠,即吕雪恩,何少平,即苏雪荣,何惠芬, 即朱雪姬,汤明慧,即江雪露,廖国卿,即言雪芬,朱桂珍,即朱剑丹,如智丽,即盖剑灰,逢丽文,即梅雪诗。 各位,关于任劍辉女士的生平事迹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明天,我们将会继续介绍任劍辉的生平,请大家不要错过。 明天,我们下期再见。